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小 是一所不到百人的部落型小學 校長曾鈺山從事教職24年 當年是體保工備生 錄取屏東示範學校體育系 他深知閱讀力量 七年前首次派任校長到青山國小 近年接連帶領青山國小 獲閱讀磐石學校 教育部本土教育貢獻獎團體獎 今年在獲教育部頒發校長領導卓越獎 我希望以台灣族家務的概念 來營造我們有一個學校有家的氛圍 所以也希望我們的這個學校裡頭 有處處可以學習的場域 因此在學校的經營的第一個部分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希望 讓這所學校的每一個地方 都有文化的影子 可以讓孩子們上課的時候 第一個就近上課 第二個能夠自己手作的 心事去經驗他的學習的內容 第三個可以讓部落的勤勞 讓弟兄姐妹們能夠進到學校 來陪伴協助孩子們上課 曾鈺山堅信部落教育的永續經營 是至關重要 他提出重啟查法可運青山學子的 步凡未來領導方案 強調建立在地情感的教育 通過與教師合作重新思考課程價值 將民族文化科技數位和閱讀融入教學 培養孩子在解決問題中成為終身學習者 實現了教育的全面發展 我們透過查法可來營造孩子的文化認同 可以更多元的方式能夠吸收到很多 我們透過素養來營造的課程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長楊英學表示 青山國小推動的教育模式 展現對孩子未來成長極大關懷 同時也積極推動原民教育 為屏東縣的全民原教做出卓越貢獻 那校長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一個好校長 那帶領團隊友方 所以整個學校從原民的文化 歌謠到學校課程的設計 圍繞著原民的文化 那以遊戲體驗去營造整個學校的 這一個學習的課程跟環境 所以在這一次裡面也很不容易 就是在所有全國都是非常優秀的校長裡面 那可以融獲這個校長的領導卓越獎 青山國小秉持尊重部落文化 豐富課程裡面建立在地情感的教育 楊英學表示 屏東縣校長們都各具不同領導特色 期待校長能繼續以創新理念和領導 推動屏東教育的發展 點亮屏東 讓屏東孩子在豐富多元與 創新的學習環境中茁壯成長 為屏東教育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記者張如雲 柳建榮採訪報導 現在市面積懶兒 就要帶來好幾個驚人 devoted 經濟 тел